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一期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关于我参加Silent Metal Workshop 的整个过程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个就是家房 那我们要采访的对象就是我们主的无与两师的家人 那因为他们住在大三角,所以我们一大早就要开车过去那边 所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计划是由实际开始的 主要是通过大众捐献自己的大体来提供给医学生还有专科医生们有实作的机会 那我们就会称呼这些捐献大体的民众为大体老师或者无与两师 另外他们也想通过这次的家房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大体老师 所以到了他们家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些set up 其实我们也没有帮忙set up到啦 因为他东西太长给,他怕我们弄坏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边等他弄边吃水果 所以为什么要这些设备咧? 因为我们另外六位成员是通过online的方式来一起做这个家房的 如COVID之前其实是全员要到场啦 可是COVID过后为了要继续进行这个workshop才做出这样的改变 家房完毕后我们的大体老师的家人也很热情的招待我们吃午餐 那关于刚才家房的内容,虽然我们是医学生 但我们不会过度注重他的病例 反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大体老师生前的待人出世 还有和家人朋友之间的感情之类的 这样就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大体老师生前在大家眼中是怎样的人 后面我们把所家房的资料都整理一下 把transfer过去一个PPT 这个PPT就会在过后的workshop里面用到 第二个前置工作就是要set up那个workshop的地方 我们要把这些灯具啊桌椅还有一些音响设备搬去我们的anatomy lab 然后这边是接下来会存放一些大体的地方 我们就是要把地方还有放大体的桌子都清理一边 至于大体的部分我们也会从冰柜事先拿出来解冻线 另外因为每一次workshop的闭幕仪式学生们都会表演一个手语 所以在set up完毕过后我们就来跟这位实际的老师学手语的部分 最后要提到的前置工作的部分就是字实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workshop之前会上一个短短的online lecture 来跟我们解释当天会学到的一些procedure skills 其中就包括好像cpl insertion intubation还有structuring 另外要提到的就是我们那次好像是这个计划在马来西亚的10周年 所以在BBUM有一个小型的展览 当时他们还有邀请BBUM的头来参观 然后就到了开幕仪式啦 在开幕仪式我们每一组都需要上去present 关于我们各自的大体老师的生平简介 也就是我们在之前家房中所收集到的资料 过后我们就在faculty那边聚集来练习这个手语的部分 还有我们需要站的位置跟一些走位 过后在workshop的第一天我们有一个initiation ceremony 就好像一个大体启用仪式这样 我们每个人就会手上拿着一只鲜花 然后在大体旁边拍拍站 然后其实在initiation ceremony之前我们是需要去清理一下大体的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方便拍 然后早上就是那些专科医生们的workshop 然后下午就轮到我们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在workshop进行的那个礼拜 每个早上大概五点多就要去清理大体 然后因为惹很多关系 我们下午就会轮流去参加这个workshop 然后因为workshop是从下午直到晚上 所以主办方也有准备一些食物当晚餐吃 另外要提到的就是除了participant之外 也会有一些volunteer 可能是其他year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学校来的 所以volunteer的主要工作就是在workshop结束之后 帮我们清理一下 这么好的头发是这样的 够你们的头发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workshop进行时候的场景 它会有一个学生带着一组学生 然后时间到了时候我们会转移 然后这边就是在做要给大体老师的gratitude card 是在闭幕仪式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 后面我们就有一个入关仪式和送经祈祷的仪式 那我们学生也会在殡葬业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帮忙大体老师穿上寿衣 那送经祈祷的部分是会跟着大体老师各自的宗教去安排的 然后在闭幕仪式前一天我们就来现场练习我们的手语表演还有走位 然后在闭幕仪式那一天一大清早我们就来集合了 后面在闭幕仪式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要每一组拍那些代表上去介绍我们的大体老师 我们在后面也有分享我们主的心得 后面也有播放主办方所制作的影片 主要是告诉大家从前置工作到今天为止所有发生的事情 也算是给有兴趣的民众不管是要成为无语良师还是成为volunteer 大概理解这个workshop 后面也有我们学生每一组拍代表上去分享感言的一个环节 还有丁丁大名的Prof Soar 也有我们的DeanProf April 还有已经回国了的Prof Seeley 还有Silent Mentor的顾问Prof Mohamed Amin 后面就是我们线上感恩状跟礼物 还有之前讲的手语表演 看到吗我站在第一排的中间 这个是我们组的感谢卡 还有出兵之前的仪式 过后我们就慢慢把棺材从Faculty推出去 然后其他volunteer就会站在一旁送行 最后全部无语良师就会一起出兵 然后学生们就会跟着家人们一起在后面送行 但是那个风华场是在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到最后会搭巴士一起过去 开心啊 哈哈哈 什么是亲爱的 哈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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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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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到了粉华场过后他就分给我们一人一只花 还有这张歌词 过后我们就会一起祈祷 然后唱两首歌曲 最后就跟无语良师们道别 最后吃饱午餐 我们就聚起来拍一张大合照 后面我们也自己跟自己的主拍照片留念 那基本上这次的设计计划就已经结束了 后面其实还有无语良师的家人会去海边杀骨灰这样子 可是那个部分我们就不需要跟去 那这边我也想分享我自己的心得 那这个配音是我在参加Settlemental Program一年过后所做的 我觉得这个workshop带给我更多是人文方面的教育 例如责任感、团队精神、童语心等等 我还记得在闭幕仪式当天放那个主办方出作的影片时 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而哭出来了 当时的情绪除了是对无语良师的敬佩跟感恩 也感慨和我们的大体老师相处时间那么短 但他却教了我们那么多 可是因为接下去就轮到我上台分享心得 在朋友帮助下就努力的控制住眼泪 但是还是在台上不小心发出吸鼻涕的声音 真的是很糗 至于procedural skill方面 我觉得是要输才能生巧 所以在这个workshop里面 我觉得还是起到一个exposure的作用罢了 如果要真正学会 还是要在实习的时候不断的练习 那在影片的结尾 我想献上我们主想对大体老师们所说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